實際化用數能分析,這個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假設你不會用這個功能,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真的 OK,那我怎麼得到結果,其實主要是一個表格,一個報表的結果 就是我希望兩個東西,一個是一個表格的統計結果 一個是一個圖的顯示,當然一般習慣看圖比較直覺,誰會喜歡看一堆數字 所以現在有個趨勢就是把那個所謂的數據圖像化,或者叫視覺化 就是讓人家一看就一目瞭然的,這個東西是非常好的,直觀的 但是誰去做,就是要有人去做,怎麼做 Excel裡面就提供一個很簡單的功能,就是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那如何做呢,第一個上面有個插入樞紐分析,但是請注意一件事 你如果用樞紐分析表的話,請你注意你的資料有沒有達到一個叫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符合樞紐分析表要的一個格式 什麼格式呢?第一個請特別注意,你的欄位名稱一定要放在第一列 如果你不是第一列的話,請你把它做一個調整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在第一列?好像沒有耶,為什麼?因為上面好好說明 所以上面的說明乾脆直接這樣,要不就把它搬到下面 要不就趕把它刪掉了,其實我想我們把它刪掉了,比較簡單 所以你第一列跟第二列把它按右鍵刪除 好,這樣的話呢,第一個 我們的欄位名稱就會在第一列OK了,正規化了 另外還有一點,你上面的欄位名稱不能說有些空項 像這個它沒有就出錯了,上面的欄位名稱一定要有 反正呢,將來給的資料 就一定要長,上面是欄位名稱,下面是資料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接下來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個做完了,請特別注意 這個資料你要看一下,年次一定要靠右對齊 如果你是靠左對齊,等一下會出錯 OK,群組會失敗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插入樞紐分析表 記得上面兩列先刪掉 然後範圍是A1到I的101,應該沒錯啦 因為最下面我記得是101 那這個範圍選起來就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會幫我把這個地方原來資料在這裡 它會另外開一個新的工作表放在前面 那名稱也有一個工作表一個數量 OK,那我怎麼統計 它這邊好像會出現什麼 僵直拖拉到這裡,江蘭會拖拉到這裡 有沒有,它這邊有顯示 不過跟各位講,你可以拖拉到這邊啦 但是這邊太遠了 你不用拖拉到這麼遠,其實下方就有了 那怎麼做很簡單 一,我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會產生這個工作表 二的話,請你把年次拖拉到下方的列就好了 你不用拖拉到這裡 拖拉到這裡其實跟拖拉到這裡是道理一樣啦 可是問題是這邊太遠了嘛 你剛才拖拉到這裡不是比較近嗎 所以先拖到列 那拖拉到列之後的話,它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有沒有看到 它會把所有不重複的年次都給你顯示出來 然後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它會幫你把裡面的數字全部加總 可是你說老師,那我幹嘛加總啊 58年次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嘛 為什麼它是58 因為它幫你把數字顯示 可是如果你不要顯示數字,不要加總的話 那有個方法,請你把值的加總這個地方右邊有個箭頭 改成值的欄位設定 原來是加總對不對,你把它改成計數 計數的話是算幾個人的意思啦 算人頭的,不是算它的總數量喔 所以把它改一下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58年次有一個 59一個 有沒有,意思類推 而且好像按照順序排列 那目前看到最多好像是71年次了 看到了 但問題喔 我們其實不是要這麼大的 就是說不是要每一年次的一個結果 而是希望喔 就是50的這個區間幫我把它群組在一起 60的區間群組在一起 就是50到59 60到69 70到79 把它做一個群組 那群組的話 這個功能呢 在那個ESEL裡面 記得喔 游標我習慣是放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你放在這個年次的下方 任何一個圖文都可以按右鍵 它應該會出現有一個功能 叫做 組成群組 OK 這個功能喔 所以你按右鍵之後的話 找到這個功能之後 把你要群組的這個需求告訴它 那要怎麼 它會跳出這個 群組的一個數列 它會自動抓到 你最小是58喔 最大好像是77 那我中間如果把它改成間距值 因為我要50到59 所以間距值應該知道是10啦 不是1 OK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10的話 按確定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你會發現不對耶 它變成58到67耶 因為它最小是58 所以它58 就到10個嘛 5859 一直到67 可是這個我不要這樣啊 我是希望50到59 所以你可能要改一下按右鍵 這個要怎麼 組成群組 那怎麼改 你就把70值改成50 結束值的話呢 改成79 有沒有 那它就知道說50 間距10個 所以呢 50 51到59 那就10個 然後下一個群組的話 就60到69 70到79 所以這個頭跟尾一定要改 如果沒改的話會發音錯 變這樣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50到59 OK了 兩個人 60到69 41個 70到79 57個 那最後喔 當然你看到這個數字 其實已經算 還蠻好理解的 喔 原來我們會員裡面最主要的族群 是七年級生喔 OK 但是喔 其實當然看數字 還是沒有看圖來的直覺 所以最後呢 請你再做一件事情 把這個表格怎麼樣 畫成一個圖 那畫圖的位置很簡單 請你看一下上方喔 這個應該是什麼 樞紐分析表分析 有一個要 樞紐分析圖對不對 很簡單 你把它點選這個 當然前提記得喔 油標一定要放這邊 點這個樞紐分析圖 那點了之後你會發現喔 它預設就直條圖了 直條圖主要 優勢就是說 顯示那個數量 也蠻清楚的 所以直接選這個就好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幫我把什麼 直條圖給繪製到這旁邊了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有沒有 然後 上面的標題看要不要改啦 它這個要合計好像怪怪的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幾年級生統計之類 或者你可以改一個名稱喔 嗯 比如說呢 年次的數量統計 等等的 這樣給它一個 修改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 今天主要 是希望各位 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剛剛的資料 有沒有 這邊不是 產生年次嘛 把上面兩列刪掉 油標放這邊之後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新的 那你就把 這個年次先拖拉到 列 這個 這個左下角 然後再拖拉到值 記得這邊改一下 改著值的 把它改成技術 然後並且記得喔 把它按右鍵 把它群組一下 好 設定完之後 最後一件事 就是再把它 怎麼樣 把它繪製成圖表 OK 那今天大概原則上 把這個做出來 大概就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